本国国土上,用俄罗斯武器对付美国武器,当前也只有土耳其做得到。 这次对抗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?俄罗斯吃了土耳其的大亏吗? 11月25日、26日,土耳其军队用美国的F-16战斗机来测试他们刚刚接手的S-400防空系统的性能。 分析成,土耳其这一做法将带来难以预料的后果。 在土耳其同俄罗斯签署了价值25亿美元的S-400防空系统的采购合同开始,美俄围绕该合同就开始斗法。 在第一回合的较量中,俄罗斯人赢下比赛,按照合同约定向土耳其交付了该武器系统。 分析称,俄罗斯人虽然赢得了一局,但接下来可能输得很惨。 11月25日、26日两天,土耳其使用F-16和F-4战斗机在其领工内进行不同高度的飞行,来验证S-400防空系统的性能。 是否同俄罗斯宣称的那样优秀,在全球范围内,在本国领土上使用现役的俄罗斯武器来对付美国武器,只有土耳其能做到。 究竟最终是俄罗斯的S-400防空系统胜出,还是美国的F-16战斗机胜出? 分析称,这次土耳其进行F-16对抗S-400的测试暂且不问结果如何,但毫无疑问,演练数据将会传送给俄罗斯。 同样,美军也将获得这次演练数据。 从这个角度分析,如果美俄双方在对抗过后都能获得数据,用美国已经过后的F-16战斗机对抗S-400防空系统,俄罗斯应该是吃了大胃。 毕竟俄罗斯S-500还在研发中,现在主力系统是S-400,其目的是为了对付F-35战机,却因为同F-16对抗泄露了机密信息,即使赢了也得不长吃。 此前有消息称,土耳其将对美军开放S-400防空系统的数据,俄罗斯将会失去该系统的技术领先地位,并可能影响到所有采购S-400防空系统的国家。 这种担心有一定的道理,但是在国际武器装备的销售中,双方除了有合同的约束,出售方也会对销售的武器装备进行防止异想工程处理,关键部位和元器件上会进行防拆卸的封装。 美军想通过土耳其窃取S-400防空系统的关键技术的可能,应该是维苦其微。 既指出,土耳其举行的这次F-16和S-400对抗,有可能是急于获得S-400机密参数的美军要求的,毕竟这样可以赢得先机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